OK 大家這個穿的部分 真的是滿省的 吃的部分我們來看看 餐廳吃水豆腐 我餐餐吃水豆腐 因為我以前很節省 然後因為我都是接那種 就是在路邊發DM 所以一整天發下來 可能才1000塊 所以我那時候就控制我自己 一天的餐費是100塊 我去全聯買 然後它一盒是30塊 所以我吃三餐 所以就是一天花30塊 所以一餐10塊 一天 一餐是10塊 30塊 妳不是30塊 對 算數滿差的 對啦 30塊吃三餐 然後我這樣子吃了快一個月 然後我後來體重掉到大概49 50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營養都不健康 不良 對 所以我就常常會貧血 然後導致我的經期也整個亂掉 就是有時候是一個月來兩次 然後或是我兩個月都完全沒有來 而且我出門的時候都會貧血 然後就是走一走就要貧血 然後蹲下來休息一下 然後等就是有體力之後 再站起來再繼續走 而且我後來就發現 我這樣回顧看 我覺得我很自豪 因為我覺得我的忍耐力超強 我不覺得一般人可以辦到 就是一個月 一天吃30塊的水豆腐 對 我們也不想這麼做吧 其實不需要 對啊 這樣太辛苦了 我為了要省錢 其實基本上可以花少錢 也享受到美食 比如說你去自助餐店 你只要點那個有醬汁的東西 那種滷肉的那種東西 你只要花第一次稍微高一點 可是後面的湯汁 可以拿來拌飯或拌麵 其實都可以 還有那些湯 冬粉泡一下就OK 胡椒粉一灑 醬油噴一點就OK了 其實很多方式 料理的方式可以改善你的營養 還有你的飽足感 乾麵這些都OK 一個罐頭 譬如說一個罐頭 現在比較便宜的41還42 那個什麼羊肉醬罐頭 一餐就一半 用點醬油一點點油 還有蒜頭切碎 乾麵那個營養 關東西麵拌一拌 兩把西麵就飽了 一餐喝起來也 沒有必要到說10塊 30幾塊其實一餐就打死 而且是很飽 再加個蛋也有營養 那我下次去吃吃看 我也要 不是 短經理 你真的太晚認識馬哥了 不然你有辦法跟他結婚的 對料理其實是OK的 你們很配 對啊 自己料理會OK的 其實不用這麼痛苦 好 但這樣短經真的是很好養 連配的罐頭都養得起 對 真的 配的罐頭其實也是滿省的 是滿省的 但我對女生是很大方的 我是一個有肩膀的男人 就是短經理其實是很晚認識我 我覺得你應該要跟我約會 因為我其實很 你千萬不要跟他結婚 你比他還很多 真的啦 真的 他還短經矮吧 矮啊 一定矮 對啊 上看他 對 你可以接受身高矮的男生嗎 不建議 不建議 我們差不多高啦 其實而且我們差不多高其實 差不多 你們要不要站過去看他 今天 奇怪怎麼搞的 夠啦 可以啦 你確定要走出來嗎 而且 你今天穿 穿太多了 OK啊 不會啊 佩德羅的鞋子 鞋子脫掉 很快就脫掉 鞋子脫掉 鞋子脫下 佩德羅你們兩個都脫 你們兩個都脫 都脫啊 都脫 都脫 來 他下樓梯耶 他剛剛下樓梯 各位觀眾 佩德羅 他剛剛下樓梯 差不多 差不多 他自己上腳 差不多 他自己上腳 沒關係 這不是重點 原來佩德羅只有160公分左右 他鞋墊 你看 哇 這個鞋墊 你太厚了 你那大概有得比喔 你哪有義氣啊 怎麼啦 你看出來 想要追女孩子變羞辱自己了 他畢竟不是節省 他是小氣 他是小氣 小氣到他的約會對象 後來跑來跟我說 就說 佩德羅有一次他們一起去海邊 要去龍洞 在路上那個女生很渴 他去買一瓶水 結果佩德羅就在路上一直說 怎麼去這種帝國企業的 這個7-11 一瓶水就 海邊的那個 那個水龍龍都打開就有了 拆佩德 這不是小氣 這是原則 就是水為什麼要買 水是那個公共財 對 水不要付錢 他覺得水不應該要付錢 應該是花錢買 對 看一下還有什麼其他 誇張的節省經驗 有 我 好 我現在來帶一下 我的一個牌子 出門提紙帶 因為呢 好 我現在另外想 就是我每次真的只要來攝影棚 我是大概好幾十年前 我就開始偷電這件事情 包括那個時候還沒有出行動電源 到一直出行動電源 我都會拿行動電源來偷電 因為當時我家裡面是完全就是 所以妳比小梁哥還早偷 對 我是比他早偷的人 那十年前是推那個發電機來 對 欸 對 我是 因為我覺得就是也不能說偷 因為我就有我來工作 那我可能手機沒電 我就一起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是我本身呢 非常喜歡紙袋 因為我覺得紙袋有一些 非常厲害是 很多名牌包的紙袋 他們都非常耐裝 像我自己是 我很喜歡裝紙袋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那時候胡迎貞 小禎姐 知道了 她就說欸 那我家有很多 紙袋不要 那妳要不要 還特地請快遞 直接快遞到我家來 所以我就是平常我就會弄這些紙袋 雖然就是 也不是限定一些就是厲害的 或是這個 像有一些紙袋我就是會來回提 真的會把它提到 提到爛 我以為是名牌紙袋 妳這個紙袋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般的紙袋 我覺得它就是 月餅嗎 它也是很 沒有 它是月餅 我覺得它很好提 我以為妳是什麼 Chanel或愛馬遜紙袋 不是 那個紙袋很貴 對 也有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那個 這個 巴黎世家的 然後它的話它不是紙袋 因為我常常會去那個銀行辦事情 所以剛好我包這個 應該也是小禎姐的巴黎世家 然後這個打開之後 就可以直接放文件 妳這個應該要手拿包 妳把它折起來 對 然後就很時髦妳不覺得嗎 對 就拿起來 好有事耶 這個看起來滿帥的 對… 好像手提包 不要折… 不要真的折壞 對… 還秀一下LOGO 好時尚 請走秀 好時尚 剛去銀行辦完事情了 這可能還會以為是最新款的 文件都已經放在裡面了 好時髦的車手 你面前 好時髦的車手 可是我說真的 我要問妳一個事情 摸著良心講 如果今天這個袋子質量 是一樣的質量 但上面沒有這幾個字 妳還會拿嗎 會啊 當然 也會拿嗎 是啊 對不對 我不是現於只有名牌包 他只要是紙袋 厲害的紙袋我都會提色 所以我每一次工作出來 我一定會手提紙袋 這個是重點 不是因為那個牌子 不是牌子 是因為質量 質量 好用 而且耐用 而且他也一樣 他就靠著提紙袋 提到現在他家裡面 買的是最大的房子 對 裡面用的廚具是歐洲的鏡頭的 他刮那個中島 口徑義大利的 他刮那個中島300多萬 中島多少錢100多萬 100多萬 對 什麼來的 靠體紙袋提來的 他手上拿著牢子起來了 沒有 但是我 我其實到現在還是很省 就是我該省的還是會省 但該花的我還是會花 對 所以妳要看 對 上次也是帶這個紙袋去存錢 存2000多萬 對啊 車手 太厲害了 我非常贊同齊惠姐的節省主義 但是女孩有時候 還是要有一些儀式感 對 所以我在20歲的時候 就存了一筆錢 就買了一個名牌包 Cucci的名牌包 那為什麼是 紙不是有食品的 因為我賣掉了 因為我是金牛做 雖然我買了它 但是我在用了它三次之後就賣掉 因為我發現我就買了那時候 也捨不得悲 所以我想說就換成錢比較好 我是覺得就買一個經典包啦 可以用很久的 用工作上面可以裝很多東西 聽她的 妳有什麼包式真的滿經典的 而且用很久時間的有嗎 有啊 那個LV的行李袋 我就用超久的 真的 那一個要多少錢大概 我忘記了 應該要十幾 會不會太貴了 所以就逼自己忘記 選擇性忘記 一付完錢就忘記 網路上拆才知道多少錢 就是它可以用很久 就是你裝東西 或出國旅行的時候都可以用 然後它又是經典不敗款 好 OK 好的東西它就是耐操 我現在講的都是真實故事 你是覺得前面講的都假的對不對 什麼...30塊豆腐啊什麼的 都騙人的對不對 所以你是吃衛生紙 跟我一樣 衛生紙用到極致 沒有 我沒有像豐田那樣 我跟你講 那個它現在肚子裡 都是螢光劑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有個非常好的習慣 就是說 你啊 這家裡面 這什麼啊 榴槤 榴槤嘛 這什麼啊 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對寵物不敬好不好 但是你在每一次在親 寵物的大小便的時候 扁扁鳥鳥的時候 對 先擦完牠們的尿之後 再擦自己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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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到這個是不是 好 我告訴你 那也不是假的 你要幹嘛啦 你要幹嘛啊 我都會戴在身上 我一定要戴一張衛生紙在身上 你在擦過什麼 黃黃的 好沾喔 流汗了 流汗擦一擦 吸汗就會有黃黃的顏色在上面 妝啊什麼的 對 但是這個紙用完了 是不是要找個地方丟掉 不是 手起來 回家再去擦尿 它可以重複利用 你為什麼要把它給扔掉 等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扔掉了嗎 錯 還可以 還要再怎麼樣 這是什麼 大便 還要再擦大便 尿尿先吸飽了以後 再去 再擦大便 對 再擦大便 那你認為這樣子絕對沒有擦乾淨 那地還是髒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再不然我剛 我出事的身上的這張 擦過臉上的這些油膩的 再把它再擦一遍 不用水嗎 要沾水 當然要沾水 然後最後的工作 是我老婆要拖地好不好 再重新再拖一遍 可是你在前面的這些過程之中 你一定要做到說 你真的是有環保 這是每天在我家裡面發生的事情 OK 這個叫物盡其用 對 因為我有女兒 她有時候有臉流鼻水 我們就是要請一下 其實實際上那個衛生紙還可以用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到一堆 然後等到我要清廚房的時候 有些那個只是吸油非常好的 還有你洗完的時候 先把油先弄掉 真的很環保 不是環保 我覺得那個很可惜 那個東西丟掉的很可惜 對